我们家天天烙饼 这丁怎么吃得完呀 葱我选择了葱丸的部分 还有葱库这个位置 这是一斤面 凄凉水的发面 面发的也挺好 简单的排排器 揉一揉就行 这些面这是一斤二两 要出四个吧 四个 哎呀可不小 然后揉圆糊糊的 赶咬个皮儿似的 中间赶个骨泡 边圆要薄一点 这胶盐是我自己拿芝麻炸的 然后又放了点盐 放一点点辣椒 我这都是不辣的辣椒 还可以放点孜然面 这葱一定要多放一点 现在挺重要了 咱就跟包大包子试试 这面割得要大 给它揪掉它 稍微醒了一二分钟 咱们把饼锅惹上 咱们两边打 两边 这油是需要多一点的 比平时烙饼 就是半煎半烙的感觉 搓动排气 边上的起大骨包 在这烙着 两面焦黄的 就能出锅了 发面的小葱花饼 咸们汁的好吃 是 谢谢大家